有请第一位挑战者 抢先100秒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民族乐团的 唢呐演奏员向迪 非常高兴能够站在 黄金100秒的舞台上 一起和我进入 我的唢呐世界吧 欢迎向迪 你好 欢迎来到黄金100秒 刚才唢呐吹得不错 对 刚刚给大家带来一小段 唢呐最著名的一首曲目 传统曲目叫做《百鸟嘲讽》 非常非常经典 今天向迪的这身造型 非常的帅气 对 刚才也介绍了 自己是北京民族乐团的 一名演员 对 同时呢 她还有一个身份 是唢呐的硕士 对 我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的才女 是附中了 然后在2013年的本科到2017年的研究生 这么走过来一晃也就20年了 对 这么一算也是老艺术家了 年轻的老艺术家 但是像迪奥 她在表演唢呐的时候 还有一些年轻人的一些想法 有一些创新和突破 这个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传统名乐 国家也是大力发展 大力支持的 但是在这个新时代的背景下呢 我们也想将我们的传统名乐呢 发展出它的新精神 新气象 就是说降低的唢呐 它有不一样的吹法 对 首先它的这个唢呐 可以吹出很国际化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会跟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 所融合 好 比如说呢 放心 咱们现场来一小段好吗 咱们来个什么呢 我觉得最适合唢呐的 应该就是摇滚了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推进手大家肯定都特别出现了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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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是摇滚风格的尝试 那接下来咱们再试试国曼 就给大家带来一段玲珑的小段 玲珑里面的主题曲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《玲珑》里面的主题曲 也是你吹的吗 对 是我去录制的 国曼就应该配国乐 你要配个电音的话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不太硬紧 其实现在国曼 都会用到很多的名乐了 所以说我们的名乐 也算是出圈了 对 怎么获得这样的 表演机会呢 也是当时就是导演 会想找索娜的演奏员 然后所以就跟我的老师说了 我的老师就推荐我去录制 当时有竞争对手吗 好像没有 那你是前半部分都不用说 直接一句话回 因为太优秀就只能找我了 那就是我了 就是找的就是我 确实说明实力很厉害 而且刚才这个向迪也说了 虽然自己年纪不大 但是确实和索娜在一起的时间 已经很长了 二十多年的时间 这应该是源于家庭的影响 对 因为向迪的父亲和爷爷 都是索娜的演奏者 对 就是很喜欢音乐 很喜欢民乐 所以也让我去选择民乐 作为我的这个终身的追求吧 其实我小时候 就是对于学索娜 还是还有一点小小的抵触 因为其实在我小时候 大家对索娜的印象就是 就是红白喜事啊 对啊 就是这种 对她有这样的刻板印象 觉得女孩子为什么要去学索娜呢 女孩子为什么不能弹古舟啊 弹琵琶啊 这样多好多美丽 对对对 就这种感觉 所以小的时候不能够理解 但是越接触这个乐器 这门乐器 越发现索娜是一个张力十足的乐器 而且她一出场就是C位 所以说 我觉得我对索娜就是 日久生清吧 刚开始可能不太能理解 但是现在已经成为我的人生当中 永远不可能分割的一部分了 嗯 未来有没有要创新的更多的花样 当然希望能够 跟更多的音乐风格去融合 更多去探索它 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呢 我今天也带来了 我的一首原创作品 不是跟爵士 也不是跟摇滚 是跟金属去做的融合 跟金属 对 金属风格 有点重摇滚 对 哦 也是一种摇滚风格是吗 对 就是比较嗨一点的 本来现场已经很热了 但是我相信你的这首 这个重摇滚的唢呐的乐曲的表演之后 我们现场会掀起第二个高潮 好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好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到计时开始 谢谢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 投票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厉害了丫头 感染力很强 霸气磅礴 太棒了 支持非常好听 专业加创新 非常的震撼 加油 吹得实在是太棒了 功底深厚 支持很震撼 马上就清醒过来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他的这段表演 有没有可能赢得我们现场黄金观众的认可 黄金大幕 请升起 来 请转身 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 三 二 一 宝箱开启 挑战 很高的票数 对啊 102分 来 拿进我们的奖杯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喜欢我的音乐 谢谢 今后我会继续努力 继续将唾娜带给更多更多支持我 喜欢我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 是金子总会发光 再见